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港鐵路博物館 它是在太和和大埔區中間的 大家看看自己哪個站方便,在哪個站出發 它前身就是大埔區貨車站 去上年去的時候還在修緝中,圍曬,然後拔拔 今年去到經典重現 滿滿的中國風 有傳統的灰索、長雲和蝙蝠 還有1955年的搜捕柴油機車 另外還有不同種類的工程車 還有很多歷史的不同車卡 或者不同的普通座和豪華座 而有些車卡更加設有這個冷氣 另外還有一部就是行走沙頭角支線的 這個閘軌火車頭蒸氣 現在其實在這個孔嶺村附近的援旋處 還看到一個站的 但當然就空置了很久了 其實去到你真的好像穿著這個時空 那收票處一進去 其實還保留了電氣化前的擺設 一個站長的辦公室 還有一些通訊和訊號的設備 還有這個訊號控制器 它又控制這個遠距離 另外一個訊號控制器 就是入站或者出站的 那展覽廳裏面就 如果大熱天時都涼涼地挺好的 你當涼涼冷氣 裏面也有很多珍貴的圖片或者影片 你可以當一個歷史回顧這樣 概覽走一走都OK的 它用了很多傳統的火車輪 路軌 其實啟德站原來它都有介紹的 但應該最新的東鐵線過海 這個金鐘或者會展站就暫時沒有了 另外就有經典的火車模型 不同年代的 好像這隻51號亞歷山大 還有這個蒸汽的火車 黃頭第一代電氣化 第二代的翻新列車 應該現在已經結束了 其實這個今年也很忙碌了 第三代的千九列車 現在其實就是在走這個屯馬線 還有第一代的這個輕鐵列車 下面還有其他好像KTT 這個過境的列車 往廣州的直通車 還有一些地鐵列車模型 這個主要是放了不同 糾鐵不同的列車 或者其他公司的標誌 然後還有一些學生票 或者是舊式的儲值車票 現在都很難得見到 因為這個下面那個是用磁力的 下面這個就是傳統的舊式紙飛 還有這個路車飛 還有這個收費系統的介紹 還有這個地鐵的鐵路紫蘭和合併的紀念這個車飛 那隔壁其實就是電氣化前的大道虛 火車站 而這裏就是售票處 洞磨 五站長七年 那他又要介紹 直至下一個工作日的組班結職 每一個接班的經濟 分為各位車站站長 一位鐵路主任 或者助理指導主任 和兩位工作員 站長主要的處理工作是青站行政 還要揭替青站上樓外購和管理火車的律程 他不時需要上一個青站 和下一個青站的站長 這條整個火車的關節 這條青站發車在於這裏主任 主要負責受票的工作 受騙至開放的時間 是在五班火車開出前的大約五十分鐘開始發生車票 車票的訪問很多 分為頭等車票 頭等車票 頭等車票 三大車票 連每一種等級的車票都有 火車部不管除了這個車站很有特色之外 其實這些車卡亦都很有歷史 例如這支313號的蒸汽火車卡 就是在1921年投入服務 它就是屬於三等的車卡 行走於尖沙咀至羅湖縣 在1980年全面電氣化之下就退役了 但它翻新的過程也都引起了不同的爭論 爭議 很多人覺得為什麼要加入電視或者冷氣 這個車卡相信最特別是見證了兩代動力年代 分別就是早期的蒸汽 後期的柴油動力年代 可能很多六一輩都坐過 走前一點紅磚這個建築物就是博物館辦事處 後面就是洗手間 比較西式一點 在旁邊其實就是走走的這個風鐵線列車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歷史車卡223號 這個車家是1955年的三等車廂 大家看到這個木椅主要都是木的 其實可以前後的背扣是可以前後反轉的 大家如果有印象 其實早期的列車主要都是用木掣的 大家看到窗其實開始用多了鐵 這個木椅主要是可以前後的天星小鱗 其實跟八年歷史的天星小鱗 其實很相似的 除了以前的木 很多優質的木材 第二就是比較便宜一些 也有這個行李架 這個已經是1955年的柴油年代 這就是我車博物館最新的車卡 它其實就是柴油年代最後一批車卡 它在1974年就由日本進口 它的座位也改用這個梳化式 設計更加適合這個亞洲人的身形 車廂中間也都較闊的 增加了這個站立的位置 大家看到是沒有行李架的 而車門也改用了這個電動封閉式設計 作為一個比較現代化的車廂 其實大家看到取消行李架 或者增加這個企圍 也都說明了這個社會的需求 或者公共運輸的角色都轉變了 可能更多短途 或者更多人需要達的 歷史車卡229號 這個車卡就是1955年 車廂的行李間 它一個地方就是很大的行李間 這個車廂是有洗手間設備 原來早期都有這個關愛座 不過它的名字就叫請讓座與相殘者 大家看到這個應該是第一代的柴油車卡 其實都是木為主 但是旁邊的行李架或者槍 其實開始都金屬化 這個車卡最特別的地方 除了就是它有一個很大的地方 放置這個行李的 大家看看 整個半個車卡都是放置行李位置 證明以前的人其實偏向軟行 所以會帶多些行李 這個就是這個車卡比較特別的地方 看完這麼多普通的車卡 不如我們就看看這個頭等車卡 歷史車卡112號就是1964年的頭等車卡 設有這個沙發和座椅 這個時候其實還保留著行李架 大家看到都很寬敞 後等卡真的不同 還有這個儲物室 這個相信是現代化得利 其實是比較舒服一點的 軟座 大家看到之前所有的椅子 其實都大半是硬座 也對我們都很寬敞 我們都很寬敞 我們都很寬敞 歷史車卡302號 是屬於1911年的車廂 算是博物館陳列車卡最早期的車廂 座位是木椅 可以作為前後改變方向 而座位上的木製行李格 窗格亦有木的簾 車廂托門亦是木製的 所以早期蒸氣火車 大部分材料都是木的 比較有特色 和313卡都相似 木製行李格 當然是耐久一點 再走前一點就是一個紅色的車卡 這個是歷史車卡002號 是1921年的工程車卡 主要就是用作運送員工 或者輕便的裝備進行維修工作 本身它是一個紅色的車家 其實就非常奪目的 大家可以看到地上的街村 大家可以看到地上的街村 都是很香的 真的走上去有些穿越的感覺 中間其實還有一個大的木炭門 這個車卡相對比較短 這個車卡相對比較短一點 看到其實都很快就走完 其實全部的車卡都是木製 這個比較特別的是紅色的車卡 作為一個露天的博物圖 其實天氣熱都幾大影響 我去的時候就外面三十幾度 好在車廂裏面有風扇 另外有些車廂上面其實還有上蓋 有些風扇還沒有很辛苦或者很熱 如果真的熱的話 或者你早到中午的時候 你可以去展覽廳或者去冷氣車卡 坐一坐 對一般市民來說 無論你喜不喜歡火車 其實火車博物館政府都放了很多設施 就好像近年搬收完的313車卡 原來政府都給了600萬去做回收的工程 都給了很多治療 至於他說裝不裝冷氣 我相信在夏天的時候 其實反而可以吸引更加多的市民去參觀 或者是更加享受這個博物館的旅程 如果無論你想懷舊、打卡、休閒、散步 或者親自和小朋友逛逛逛逛逛 其實火車博物館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有時間其實大家都值得一逛